运动自由广阔天地 运动开创展新天地 彭广阳主播 日本逆转 大鼓中转 第五届世界棒球经典赛四强阶段第二场应战 由日本队和墨西哥于3月20日 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比赛 墨西哥队在第四局上依靠一支403英尺远的左外野拳雷达 先持的点 可是双方在第七局打平 墨西哥队中局竟然以5比6遭到逆转失利 这是本届大赛最亚洲球迷瞩目的抢攻 严防赛程 本届经典赛最大的悬念 就是日本队在大鼓降平顶弦之下究竟可以走多远 以及占有地力的美国队 会和日本队争夺总冠军吗 墨西哥队越战越勇 先是以4比5输给哥伦比亚队 再以11比5立刻美国队 随后连闯三关 击败英国队 加拿大队 波多黎各队 日本队五战五胜 分别以7分差取胜中国队 以9分差胜过南韩队 8分差取胜捷克队 6分差赢澳大利亚队 及6分差淘汰意大利队 日本队的梦想是第三度荣登经典赛的冠军 而墨西哥队的美梦 则是在英式足球项目之外 再次让世界惊艳 大赛于3月21日进行冠亚军的总决赛 彭广阳 2023年3月21日